好的 今天要教给大家的是一些比较实用的对抗AI的技巧 那么要打好PVE的话 你光装备好是不够用的 你还需要掌握一些对抗AI的基本技巧 比如说击杀弱点 当你击击弱点了之后敌人会陷入一种硬直状态 这个时候他无法进行任何的操作 这个时候你就补伤害就好了 就可以打死他了 再比如说左边这个榴弹兵 他将扔出去的时候打一下 他就掉到地板上自焚了 那么击击弱点的话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用枪打 一种是用萤火虫 前面这个技能兵呢 他的弱点在屁股的腰包 他会释放各种的无人机啊 机器人的 那么对于这种冲联的兵啊 他的弱点就在左腿 这种冲联的兵呢 他无疑是所有兵种中对玩家威胁度最大的一种 他会想方式法的晋升来弄死你的 我相信挑战以上的难度你不会想跟他晋升的 那么呢 还有个威胁更大的就是这种会自爆的 他们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带着闪电的标志 然后胸口有黄光 很亮的一个光 然后你只要打胸口的这个很大的一片炸弹就好了 那么对于这种没有弱点的普通兵种呢 杀起来是更麻烦了一些 你就试着啊 转移他的注意力 用闪光弹啊 或者用火烧 然后强行破甲 或者爆头就好了 有时候呢 你还得善于利用周边的环境 让他陷入一种硬直状态 火烧啊 熏云都ok 就像现在 我让他烧了起来 然后这个时候呢 有个东西丢了过来 这个东西有时候是技能干扰 有时候是可以破坏你的护甲和生命值的 威胁度很大 所以说要尽快破坏掉 那么这里还有一种很可怕的东西啊 电锯惊魂啊 一种普悠气来的 这个东西呢 能炸干你的生命值 而且还可以让你持续出血啊 然后要尽快破坏掉 他的弱点就在后面 好了 我们回来讲榴弹兵啊 他的弱点在右腿的小包啊 打起来会有火烧的效果 然后这个榴弹兵呢 他很配合啊 现场表演这个盾地术 然后 哎 消失了 接下来上场的是一名医生 他的弱点在背包啊 他还会复活他的友军 接下来出场的是这位重甲兵锤哥 他没有弱点 但是呢 你可以打他中间的那个缓点 然后集中火力打一个地方 比如说 集中火力打他的头部 胸部啊 集中火力破甲 然后再消耗他的生命值就好 最好让他火烧或致满 然后再集火攻击 那么呢 重甲兵还有一位榴弹哥啊 你还可以和他谈笑丰盛 他的弱点在他的背包 那么接下来上场的这位机枪哥呢 他的弱点在弹链 还有肩部和大腿两侧的护甲 再比如说 前面这位 我给他来了一个闪光档 然后绕到他背后 本期视频呢 也将接近尾声了 然后 当然呢 这期视频呢 讲的并不是特别全面 还有一些可能没有提及到的 咱们下期视频啊 再补充啊 再详解 就不如说 还有一些无人机 还有一些机器人啊 他们的弱点没有讲到 那么 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 硬币 收藏 加关注 下分享哦 也多多在评论区支持 留言一下啊 更多全境封锁的视频 敬请关注 哔哩哔哩 还有youtube的暗链频道 录制游戏视频 录制游戏人生 那么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也就知道鸣鸣鸣鸣鸣鸣鸣地了 RICHARD 要不要entatwa 再说鸣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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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joy 牙子 我们要听这些本节点试词吧 我们要看起来了 请看起来我 更赔的轷非常尤其任